佩洛西 佩洛西曾被中共抓捕 只因在天安門前打出一條橫幅 北月恐有大事發生 金正恩槍100% 殲滅韓國 中國北部戰區第80集團軍德康備戰 中共激烈反對佩洛西訪台 專家北京犯大錯騎虎難下 同時警告美國 中俄關係有其親密 美國聯邦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即將述團訪問亞洲各國 其因訪問行程可能包括台灣 引發外界高度關注 被稱為美國政治權力第三號人物佩洛西 早在30年前 就對中共表現出強硬態度 這樣的姿態一直持續到現在 1989年 六四天安門事件發生時 佩洛西剛剛開啟她的政治生涯 獲選擔任眾議員 1991年 佩洛西與其他議員一起訪問北京 當時她與其他兩名議員 在天安門廣場打出黑暴環幅 上面寫著 欠給為中國民主事業棄聖致烈士 都念六四遇難者 據美聯社報導 當時新科議員佩洛西在北京天安門廣場 在媒體的注視下 與其他兩位資深美國議員 共同拉開了早已準備好的環幅 但很快被中共武警制止 一行三人被捕 並遭斷暫拘留 當時還流出一段佩洛西對記者說 她說 她們過去兩天一直告訴我們 中國有言論自由 佩洛西多年來為中國人權發聲 1993年 周曾拿了北京申辦夏季奧運會 後來反對2008年北京申辦奧運會 崇禎多年的佩洛西 曾尋求中國在監察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並一直致力於將中國的貿易地位與人權紀錄掛毆 2009年佩洛西曾將賦予釋放政治犯的信函 親手交給當時的中共國家主席胡錦濤 27日 朝鮮釋逢69週年戰勝節 針對即將在8月進行的大規模美韓兩國聯合軍演 以及韓國尹錫越政府激欲強化飛彈系統 來爛之朝鮮軍事威脅 朝鮮最高領導人金正恩於言說中花了一大半時間來威脅韓國 並警告韓國尹錫越政府若想針對朝鮮採取先發制人的軍事行動 這樣尹錫越政權和軍隊必然會照致全滅 28日根據朝鮮官媒《潮中社》報道稱 已長達19日沒有在官方媒體露面的金正恩 他在27日晚間攜手妻子尼雪主 一同前往平壤祖國解放戰爭成尼紀念塔 並在戰勝節紀念典禮上發表演說 其中有關韓國尹錫越政府的部分 周瞻了演說相當多的時間 這也是致雲石穴政府於今年5月正式上台後 金正恩首次針對雲石穴指名到勝 發表極具威脅性的講話 金正恩還以強烈操持驗證提出警告 如果韓國政權和軍方盤算與我方進行軍事對決 而採取任何特定方式來針對我方軍事力量煽法制忍 或者摧毀我方軍事實力 必定會相當危險 如果進行這樣危險的盤算 這樣韓國尹錫越政府將會立即遭到強烈嚴懲 最後尹錫越政權與軍隊必然會招致被我方殲滅 金正恩聲稱 俄方已經無法再助視尹錫越及其軍事方面的表現 如果持續封任韓國以俄方的自衛主權雪槌 威脅朝鮮的安全 將會激起半島軍事緊張 他們必定要付出上應代價 目前俄方的武裝能力已經做好隨時來應對危機的準備 朝鮮的核戰鎮壓了力 以及絕對自主能力 將會忠實、正確且迅速離行自我的使命 並隨時做好被動員的準備 金正恩還在演說中對美國提出警告說 我再度重申 我方已經徹底準備好要與美國進行軍事衝突 對於大規模美韓舉行聯合軍言一事 金正恩聲稱該軍演已經嚴重威脅朝鮮國防安全 都讓朝美關係堪入無法挽回的敵對狀態 根據《漢亂社》分析 這次演說內容是金正恩第一次針對韓國雲石月政府所發表的談話 從內容來看,金正恩並不以總統或韓國當局者、韓國領導人來稱呼雲石月 竟然是直呼雲石月姓名 已經突顯出朝鮮對韓國雲石月政府的強烈敵視 據韓國紐西斯通訊社報導 金正恩的談話內容已經顯示出韓朝關係、美朝關係 堪入了強對強的情勢恐怕已經不可避免 韓國朝鮮大學院副總長梁茂俊認為 朝鮮的談話內容帶有濃厚的警告性信息 顯示未來韓朝、美朝關係重啟對話的可能性很低 甚至朝鮮可能會拿8月將舉行的大規模美韓聯合軍演為藉口 以利施射導彈挑釁,並進行第七次核試 據自由亞洲電台報導 正當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聲傳放臺之際 週五,上午解放軍陸軍第80集團軍官方帳號發布微博 被戰,僅4小時就有超過5萬網友點讚 之後,張號有發布評論 家國天下士,社職一容易 屬於軍人的節日即將到來 我們必須勞擊被戰打仗這一根本職責 衝鋒在強軍政情上 翻查解放軍資料 第80集團軍,帝屬北部戰區陸軍,軍部駐地山東省維芳市 離台海地區約1,800公里,最接近台海的應該是東部戰區 領導和指揮華東地區的武裝力量 對於佩洛西計劃訪台一試 北京當局作出強烈反應 美國共和黨參議員領袖麥康奈爾表示 佩洛西如果取消訪台,等於讓中共獲得某種勝利 美國共和黨不少重量級人物支持佩洛西訪台 美國全國廣播公司引述兩位消息人士的話說 佩洛西率領的美國國會代表團 星期五離開華盛頓 此行目的地包括日本、韓國、馬來西亞和新加坡 而台灣一站則標明暫定 為了確保佩洛西和代表團的安全 美國軍方已制定了安全計劃 據美國媒體此前報導 美軍將會在佩洛西飛往台灣的途中 以及抵達台灣後 調集戰機、軍艦、政策機對它進行多層交叉保護 里根號航母戰鬥群的行蹤 因為佩洛西訪台計劃而受特別關注 美國海軍第七艦隊發言人表示 里根號航母星期二結束對新加坡的訪問後 已經重返南中國海寸災主權爭議的海域 遵行勵行的巡邏 針對中共激烈反對佩洛西訪台 史丹福大學護佛研究院學者 齊凱立分析說 此次情況變得棘手 主要是北京犯下戰略性和戰術性這兩大錯誤 都知自己劇苦難下 齊凱立表示 戰略錯誤是指中共一貫強烈 反對美台間陰河形式的訪問或接觸 但通常不會再做更多事情 因此美國政府 很多人認為 中共這些威脅是空洞的 不值得認真對待 這似乎不讓收到中國大使館的一封憤怒信 來得更嚴重 其次 中共似乎認為 佩洛西這次訪問的性質不同 將更加損害中共利益 因此才更加激烈的反對 提到戰術錯誤 齊凱立說 中共提高了這次訪問的賭注和政治重要性 讓這次訪問從安靜的私人外交對抗 轉變成為公開衝突 但由於美國國會議員 喜歡捍衛獨立於行政部門行事的權利 因此中共公開要求拜登阻止佩洛西訪台 無意間製造了巨大的政治壓力 讓很多知名共和黨國會議員 讚揚民主黨議長站出來抵抗中共 有人擔心中共將引發軍事衝突 齊凱立認為 中共不太可能造出關閉台灣領空 或者是擊落佩洛西 搭乘的飛機等極端應對方式 這個一點都不現實 但習近平確實可能下令 在台灣附近舉行大型軍演 如同在1995年、1996年 爆發第三次台海危機時出現的軍演 自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以來 中共對俄的友好和支持 引發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的擔心 7月28日 中俄竟然同時向美發出小管閒事的警告 近日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在巴黎島參加G20會議期間 與中共國務委員王毅 進行了五個小時的會晤 會晤 後布林肯國務卿告訴記者 兩人探索 克里姆林公對烏克蘭的無端戰爭 朝鮮的核計劃 以及雙方可合作的更多領域 與氣候危機、糧食安全、全球健康和禁毒 兩人的談話還包括 中共對台灣的挑釁 與對香港的鎮壓、少數民族 與宗教的待遇 以及新疆的種族滅絕問題 同時 布林肯國務卿都表示了自己對中共與俄羅斯結盟的擔憂 他說 北京雖然自稱中立 但其立場很難堅持 這不僅對烏克蘭人民的生活和新計造成威脅 而且對中美應該維護的國際秩序都求成挑戰 另外北京曾宣布 與莫斯科的無限制夥伴關係 習近平還表示支持俄羅斯正在烏克蘭邊境集結部隊 不僅如此 北京還宣傳在聯合國和其他國際組織中支持俄羅斯 並將其放大 布林肯指出 這次會晤很有益 他都呼籲所有人站出來譴責俄羅斯 但中共領導人習近平28日與美國總統拜登通電話時警告美國 不要干涉中、台、同日 克里姆林宮都對美發出相次警告 有學者認為 這一強硬聲明都可以反映出中俄的密切關係 至2月24日俄羅斯向烏克蘭派遣軍隊以來 中共便拒絕批評俄羅斯的入侵行為 如今看來 中共與俄羅斯的關係似乎變得更加緊密 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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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超abilir 和信彈 至4 三